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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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吳維寧 我從事的是飯店管理的工作 所謂飯店管理就是我負責管理飯店從上到下 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實在我的朋友眼中 可能覺得我每天都在吃香喝辣 但是當他們想要訂房跟訂餐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聯繫我 為什麼 因為想要打折 社會大眾眼中的我 其實我每天穿的光鮮亮麗 都是西裝筆挺的在現場 我親切的跟客人揮揮手打招呼 在你入住房間的時候 可能會收到一張我親筆寫的一張幻音卡 拿到這張幻音卡要幹嘛呢 要上傳打卡 對不對 分享給大家看 在我員工的眼中 我在現場永遠是鬼鬼祟祟的 隨時有可能出現在大家的背後 要幹嘛 看大家有沒有認真的工作 那在我老闆眼中的我呢 其實老闆不太花時間在我身上 因為呢 通常我不主動找老闆 就代表世界所有的事情呢 是一切順利 當我主動找老闆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是什麼好事 我自己眼中的我 我認為我是十八般武藝 樣樣都必須要會 我必須要知道怎麼樣帶領團隊 知道怎麼樣沖業機 知道怎麼樣管理餐廳 知道怎麼樣分析財務報表 那其實現實中的我呢 比較像是手拿著一個竹籠子在撈水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竹籠子是很難撈水的對不對 在撈水的時候一定會漏水 那在漏水的同時 我又不斷地要用手去補各式各樣的洞 所以呢 其實我在現場 永遠是呈現比較狼狽的一個狀態 那我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最怕遇到的一個情況 就是客人走到我們的櫃台 拍了桌子以後大喊一聲 叫你們總經理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非常害怕了 但是這種情況發生的頻率 已經是越來越低了 因為我們現場的值班主管 都已經是身經百戰 直到處理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突發狀況 那不管是你有多麼有經驗的一個主管 那人生嘛總是會遇到一些 你沒有辦法事先去預防的一些狀況 那總是會有一些surprise 照片中這個圓形的物體 它有一個中文名稱叫做天球 在911 美國911事件發生之前 它坐落於兩棟雙子星大樓的 一樓廣場的正中央 這裡曾經是我每天中午用餐的地方 那當時呢我是在投資銀行業服務 我工作的地點就在 左邊這一棟大樓的 後方的大樓的20樓 那911當天我是怎麼逃出來的 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內容 那大家看 現在這個天球已經是這副模樣了 如果有去紐約的話 我曾經工作的大樓在22年之後 它沒有重建 現場就呈現的是一個公園的一個形態 那當天呢其實我 發生之後 事件發生之後 我搭乘著火車 輾轉又回到了New Jersey 那為什麼回到New Jersey 因為我住在New Jersey 河的對岸 那回去之後我昏睡了兩天 那這兩天呢 兩天之後我醒來之後 我接到一通電話是來自於我的公司 我的公司告訴我說 明天早上請到一個集合店 集合地點去報到 那所以呢隔天早上我就 一約按照時間到了這個集合地點 搭上了公司準備的大巴士 然後跟其他的同事 一起前往一個神秘的一個目的地 當時我非常的震驚 因為我不曉得說我們公司 其實在911發生之前 就已經預備了一個緊急應變中心 那這個中心呢 位於距離紐約曼哈頓 大概四十五分鐘到一小時 車程的地方 叫一個叫做Piscataway的一個小鎮 那當我們抵達緊急救難中心的時候呢 映入眼簾的 是所有已經set up好 所有的辦公室實證設備 以及電話 老闆給的指令非常的簡單 通知客戶 聯絡客戶 安撫客戶 最後呢告知客戶跟客戶掛保證 當證交所開始恢復交易的時候 我們銀行同時會恢復所有的交易 那我們在緊急應變中心的時候 我也注意到了 在倉庫的兩側邊邊上呢 其實公司貼心的準備了很多 三明治 水果 然後餅乾 零食以及飲料 還有大量的星巴克咖啡 那同時呢我們被告知 如果我們覺得 往返曼哈頓跟Piscataway 是個車程太久的話 公司已經包下了對面的飯店 你只要修你的員工證 你就可以入住 那對一個二十出頭 初出茅座的一個年輕人來說 當下我看到這樣的規劃 是非常震驚的 因為我很難想像說 在這樣的事件發生之前 公司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 去做這個應急的工作 而且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將所有的資源 以及人力 全部聚集在同一個地點 對於我來說 讓我真正大大開了眼界 那也讓我深刻知道 未雨綢繆的重要性 那時間回到二十年後的今天 那我已經離開機種業非常久了 那在過去的十年 我籌備開業了三間新飯店 其中兩間國際品牌在台北市區 那有一間 目前我正在籌備的第四間 是位於新北市的金山 那籌備新飯店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冗長的一個過程 首先呢 你必須要有錢 不是我要有錢 是業主必須要有錢 業主就是出資蓋飯店的人 那業主出錢 業主都會有一個夢想 這個夢想是什麼呢 這個夢想就是 在一塊非常漂亮的一個土地上面 蓋一座非常高大商的飯店 那業主也會有想法 希望這個飯店未來營運的時候 可能會掛什麼樣的品牌 有可能是業主自己的自由品牌 也有可能是加盟國際品牌 或者是委託國際品牌 全權來做經營跟管理 那依據不同的規劃 這個建造的部分呢 就有可能會有不同的標準跟要求 我的工作通常是從第二段 籌備這部分開始 在籌備的工作開始的時候呢 我必須要在現場去確認 所有業主所建造的內容 是不是符合我們品牌的要求跟規範 那我還有其他工作 包含我必須要組織未來的營運團隊 那我們必須要去規劃 以及採購所有未來營業所需要的所有用品 可能包含一些客房看到的電視機 床墊 床罩 床單 枕頭 客房的其他的沐浴乳等等的 包含餐廳的鍋碗瓢盆 餐具 杯具等等 那在籌備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也必須要去規劃一個時間做大型的招聘 招聘之後要做員工的培訓 最後如果一切都順利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開業來做營運 當我們在籌備開業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有一項工作很重要的就是 對於有可能發生的一些狀況 我們必須做好預防的一些準備 那這個準備呢通常分為兩部分 一個部分呢是所謂我們比較像是 我們預防性的一個工作 還有另外一部分呢是應急的 緊急應變的一個工作 在預防性的工作裡面呢 可能包含譬如說像是清潔衛生 或者是食品安全這樣的工作 那我們會以國際標準HACCP為基準 然後套用很多國際品牌的其他的一些要求 再加上集合的一些制度跟規範 那我們做了這麼多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希望說假設很不幸的真正發生了 食品安全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能夠怎麼樣避免的 讓這個狀況影響到客人 甚至影響到飯店的營運 那在應急的部分呢其實有大家比較熟悉的 包含消防的逃生演練啦 那其中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演練 是有一些國家性的 譬如說我就不說哪一些國家了 譬如說有一些地方呢 會要求要做一些空襲警報的演練 有一些地方可能要做一些槍擊案發生的演練 那台灣是不是有我們自己的地方特色呢 也有 我們有什麼呢 我們有地震的演練 我們也有可能的戰爭的演練 不管什麼樣的準備跟演練呢 其實在我們心中其實所有的準備 我們都不曾想到說 一個小小的病毒 它能夠擴散得如此的迅速 然後KO全世界 大家就是當下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在疫情爆發的當下呢 也就是2020年的年初 我們看到我們的住房率 從原本的80%掉到70% 掉到60% 掉到40% 掉到30% 到最後不到10% 那影響的其實也不僅僅只是飯店行業 也包含所有的其他旅遊行業 包含我們比較知道 比如說郵輪有包含一些樂園 然後也包含了航空業 那還有跟大家比較更相關的 所有大大小小的餐飲行業 那台灣呢 是在疫情的時候 發生是什麼時候呢 是在2020年的1月21號 那是一個星期二的夜晚 我看著新聞報導了第一個case 當下我想到就是 我要趕快降低我的人力 因為馬上生意就會沒有了 那我怎麼樣降低人力呢 剛好前一個月是什麼 是聖誕節跟跨年 然後還有非常多的 大大小小的尾牙跟宴會 所以我們有非常多的同仁 在前面這段時間 累積了非常多的加班 所以第一時間我就指示大家 趕快去補休 那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滿開心的 可以補休了耶 大家就放假去了 但是過了幾天之後 狀況好像不太妙 因為我們看著疫情 似乎是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重新檢視了現場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必須要控制我們的 營業規模 所以包含我們有一些營業聽面 餐廳酒吧就必須要做關閉 那就算沒有關閉的部分呢 我們也必須要縮短營業的時間 我們做了這麼多的工作 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就是節流 我們講開源節流 這部分都屬於節流的部分 那開源在哪裡呢 開源在這裡 那在開源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 比較特別的一些促銷方案 那目的是 為了要在一灘石水裡面 激起一些彩色的浪花 於是我們推出了第一個活動 就是姓名去對飯店的名稱 只要你種一個字 我們就剪 我記得是一千元嘛 於是這個活動推出的時候 很多媒體也非常的支持 幫我們轉發了這些新聞 那在市場上 我們這個活動 受到了非常大的回響 那之後呢 也發現說 有一些壽司餐廳 做了一類似的活動 那結果有一些消費者 可能為了要省了幾百塊錢 結果拿了身份證去改名 有沒有改成什麼 鮭魚鮪魚 秋刀魚 烏溝魚還有什麼魚 就是大家就很多魚 韓先生的魚可能也改了 我不知道 那不曉得他能不能 享受這個折扣方案 那當時是不太確定的 那之後呢 我們又推出了 體重 秤體重 來享受折扣的一個活動 那當時其實 我是強烈懷疑啦 我們當時的行銷主管 他的靈感來源 是來自於我這個曼妙的身材 那我沒有證明 所以呢 但是活動還是很成功的 我們推出這個活動呢 我們也為了在現場 增加一些趣味性 我們要求參加的客人呢 你必須在現場 大庭廣眾之下 趁體重 那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啦 但是這個活動呢 我們也吸引了很多 平常在家裡面不出門的 重量級的宅宅們 他願意不出家門 享受這個折扣 所以對我們的飯店來講 也算是功德一見 之後呢我們又推出了按碼錶 來做折扣 然後送魯威平盤的一個活動 所以下午的時候 每當客人check in 我們就看到一堆客人 排在我們的櫃台前面 按整碼錶在那裡玩 但是最後的結果一定是 幾家歡樂幾家愁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中獎嘛 那在這麼多活動 我們去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是希望能夠透過 不斷的推陳初心 有一些活動不間斷的方式 然後讓這個市場 能夠維持一定的熱度 那也希望能夠激起大家 在城市度假的消費意願 但是我們做了這麼多 其實能夠帶進來營收 坦白說還是有限的 於是我們不得不還是面對了 最後必須要面對的無心價 那在無心價的操作 其實有非常多的飯店 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那如果是以天為基準的話 有些飯店可能是天數比較多 有的天數比較少 那有一些甚至比較佛心的業主 那他們願意掏錢出來 彌補營運商的虧損 然後呢也不要讓員工 失去掉一些收入的機會 那當然也有一些 這些飯店的操作方式可能是一刀切 什麼叫一刀切呢 就是從上到下 一個固定的天數 可能是八天 可能是十天 但是這樣的操作 會有一個問題 假設你今天是基層的工作人員 月薪大概是三萬塊錢左右吧 當你被迫 必須要配合修八天十天的假的時候 你可能當月的房租你繳不出來 你可能當月沒有辦法吃飯 所以說當時我在想怎麼樣操作這個無形架的時候 我立刻找了我的管理團隊 其實有部分的人員今天在現場 那我們討論尋求一個共識 為什麼共識呢 就是我們希望從總經理 也就是我本人 帶頭 然後下來到總監 到經理 到副理 天數一邊一邊 一層一層的往下降 我們希望到最基層的員工的時候呢 能夠把對基層員工的影響 降到最低 那這樣的操作呢 這樣的操作之後呢 就產生了也有別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個別的習慣 個別的一些狀況 就是我們個別的狀況 我們就個別處理 那我們也看到了一些 包含說一些同仁 他確實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 所以他沒有辦法配合修無形架這個狀況 那我們也看到了 同部門的人馬上挺身而出 說沒關係我幫你修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感人的一些故事 點點滴滴我們都看在心裡 那就這樣子完了 大概 不是完了 就這樣過了一年之後呢 我又配合了集團總部 從台北調子到廈門 那在廈門的時候呢 其實整個控管的情況 是比台灣更嚴格 那怎麼嚴格法呢 今天如果你的城市出現一個案例 整個城市大家都不要出門了 那就是封城 所以呢 那封城之後呢 那如果幾個禮拜之後 沒事了 整個城市又開放 所以導致說飯店的生意量 起起落落 差別非常的大 然後這樣子起起落落好幾次 來來回回的 然後很多基層員工被弄到最後 不得不離職 不得不轉行 不得不休息 不得不躺平 那經歷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無星假之後呢 在去年的時候 陸陸續續我們的國門也開放了 其他國家也陸陸續的開放 但是我們國門開放之前呢 其實我們經歷過 經歷了一波 國內旅遊的一個旺季 所以呢 在周末的時候 所有的飯店 包含民宿 全部都是客滿的 那但是 從業人員的回流速度 還是非常的緩慢 怎麼辦呢 那所有現場工作的人員 就被迫要加班 那加班的同時 很多事情沒有辦法做得很到位 所以就產生非常多客人的投訴 那投訴的時候又發生我最怕遇見的事情 就是房間沒有準備好 客人到了櫃台 那要幹嘛呢 拍桌子叫你們總經理下來 那很抱歉 總經理也在樓上坐房間 那所以倖存的這些 現在目前在營運的這些飯店呢 其實有已經營運的部分 都是已經經歷過COVID-19的洗禮 所以在營運上呢 我們看下半年的營運狀況呢 其實我們很難去 預測說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大家都想出國 但是也有一些國外的旅客想要進來台灣 所以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們可能就要帶時間來證明了 那我透過 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飯店業未來應該如何迎接這些挑戰 那總結了五個方向 大家也不用記了 因為其實也是蠻簡單的 數位化轉型 然後透過網路行銷 靈活的價格策略 人才招募跟人才發展 那我必須跟大家說一件事 這個是我透過網路上用Chat GPT回答的 所以說我是蠻驚訝的啦 就是說我透過人工智能 機器人回答給我的結果 居然是有兩個部分是人才 那講到人才呢 其實就很多公司 他不能了解人才跟人力的差別 那人力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人才呢 其實是需要時間去培養的 這部分我先跳過 那我目前工作的內容裡面 也包含了很多機器人的運用 去尋找可能機器人運用的方式 新飯店裡面我們可能在公共區域 可以利用機器人做一些清潔的工作 然後在餐廳也可以利用機器人 做一些碗盤傳遞的工作 然後呢 我們在很多社交媒體 不管是Instagram TikTok上面也看到 很多機器人其實現在非常厲害 會炒菜 會做飯 然後會調酒 然後也會做各式各樣的咖啡 但是坦白說 這些目前我們在業界所使用的呢 都是非常非常 初階的一些機器人的功能 為什麼呢 因為機器人的服務 它還是缺了我們這個行業 很重要的一塊 就是它缺乏了精髓 服務的精髓跟靈魂 機器人所能夠提供到的服務 是沒有溫度的服務 所以這一部分也是 為什麼我們一直不斷的在評估 是不是未來要持續套用機器人這個方式 不好意思 那 在考慮機器人的配合的時候呢 我們也要去考量到說 大家應該有看到前幾天的一個 推特上面的一些 比較不舒服的照片 就是Elon Musk跟 這個機器人 喇雞的照片嘛 那最後當然證明啦 這個照片是合成的 但是其實這個照片告訴了我們 機器人跟科技 未來的無限可能 那這個可能呢 有可能是會把我們替代掉 所以呢 對於飯店從業人員來說 我們很重要的一些工作呢 就是我們必須要保持自己的競爭力 不讓自己被取代 那也包含說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成長 找出自己的價值 那以上是我分享的18分鐘給各位 那希望大家這18分鐘 能夠對飯店也能夠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謝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 謝謝